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次落地之后 近距离再看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今天会到访香港 我对代表团访港 表示热烈欢迎 并且感谢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 我觉得作为一个工程师 应该主动地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然后去传播我的科学精神 这是载轨首次获取的 以地球为背景的 中国空间站全貌图像 也是第一种 反映空间站全购型的工作照 面向未来 我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一句话 管好 用好 发展好 中国空间站 我也期待着 在我的航天队伍当中 早日与我们香港澳门的同学加入 我觉得应该把大量的时间 可以留在跟同学们去交流互动 让他们去更加了解着 多航天的现状 明天上午是先到学校 跟中小学生互动 下午是有一个文艺大会演 特别期待跟孩子们见面 超级期待 今天我们去 我们的一个小学 去跟孩子们去进行交流 去给他们讲一讲 我们的航天故事 飞天经历和感受 有很多的惊喜 给香港的中学生 带来一幅 我个人的书法作品 同学们想一下 这朵小花 曾经在哪个实验里出现过呢 大家举手了 这么多举手的 找一个这边的男同学好不好 对 鬼魔中开花实验 准确啊 正确 那也请你上来好不好 我觉得爱国的原因是因为 祖国歌 在根本里说是我们的歌 我们作为一个大书的书业 一定要记录我们的歌在哪里 这是我的答案 好 谢谢 我作品是我 身为各位同学的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好好学习 将来能够成为 中国物件站的一员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中国带人唐天东城 带友谎成员 进城 今天老师我在太空团体 照片不是谁 我们来老师一起分享 让我们亲身跟上过太空的航天员 一起交流 我觉得这个活动 就能令我真实都很难忘 想上去做一下实验 帮助地球 可以一个蓄活性 我觉得非常地开心 然后也非常的感动能够用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交流活动 像是我去年有给航天员写信 然后并且收到航天员的回信 当时是在空间站给我的回信 然后到今天能够面对面的和航天员交流 这是也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然后也让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像是太空人他们的对梦想的坚持 以及他们那种坚定的信念都给了我很大的榜样的力量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空人刘伴敏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在太空上拍的照片 还有他在太空上的生活 我认为呢这些其实非常有气和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的成长来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以前就我现在也有想过长大后成为一名太空人 所以现在多了解一下关于太空的生活 或者在太空舱内我们会进行什么的活动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思维航天员里面我最喜欢成东 我喜欢你很久 我终于第一次发射任务到你现在准备到队长 我已经一直在关注你了 在LK 你的喜欢对我也是个提议 是 一起飞下才会吧 对 好吧 对 好吧 黄亚平 对 对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 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大学生嘛 和小学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一路一路都有一个好方便的动作 最大的一路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业和科业也好 都会国家的好方便进行证明 第一次看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虽然小就非常的激动 然后后面也是人气都没有落下 然后今天终于见到了真人 所以感觉还是能有机会向他提问也是非常的激动 对 同时我也是看到我们国家在国家的空间站上面 能够去摆一些非常先进的一些科学的研究的一些 载客还有一些先进的仪器 那么我们自己的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研究 对于我们整个大学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 我们也都非常激动能够想要去更多的去参与到国家的航空航天的这个事业里面去 我们来到了香港呢也感受到香港人民对航天那种关心关爱支持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在这航天精神和我们这个合作 再普及到香港老师同学同学 让广大的市民更热爱航天 亲戚祖国 我们的心永远是一起 我们今天会跟他们的一个活动 然后有一些共享分享 分享我们的这个太空真心的感受 我是第一次来澳门 原来我在太空呢看到过澳门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漂亮 我们这次来终于可以近距离来欣赏澳门的美国 不是呢今天也可以近距离的和同学们去交流互动 今天在上面 以目标的原理都受到新鲜 而而且是自己重新出来的舞台 这一支宇宙级的美国 非常的难过 谢谢 以前我们都是在电视上面见到航天员 然后还有在太空 看他们在太空中的工作 那么这一次能跟他们近距离的交流 是内心非常的激动又兴奋 那么也希望在这次的交流过程当中 能去多了解在太空中的任务啊 是怎样的工作 也希望能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想法 能融入到我们未来的科研工作当中 那在香港这个地方 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所以看下我们都见到你们 你们才一直出现 让我的感恩书写更加的缘化 这种花费 中国共建战 永远值得去办 代表团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林西强副主任是带领的 成员是包括参与中国空间站建造的 神州12、13、14和15号的其中四位航天员 以及载人航天工程系统相关领域的专家 全港欢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会演 今次代表团访港 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厚爱和支持 尤其体现三大意义 第一 体现国家航天科技取得了重大发展 令香港人感到自豪 今次代表团访港期间 将会是到香港科学馆 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揭幕 我相信这些活动 可以让香港市民近距来了解 国家航天时发展的成果 并且加深市民大众 对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认识 第二 是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重视 代表团在香港期间 会通过不同活动 与香港的青年交流 包括与大中小学的师生见面交流 分享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最新情况 这个充分展现了国家重视香港青年的未来发展 第三 是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这次代表团将会与香港创科研学界的代表 会面和交流 事实上 本地大学的科研团队 曾经多次参与国家航天任务 国家去年宣布展开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 并且首次在香港选拔在河专家 我们期待会有第一位港产太空人诞生 今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香港 对香港发展航天科研 以至推动创科发展 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都是一大鼓舞